其实是出道 是因为生女儿就这么严重 我跟你讲很多女性 她在结婚了以后 她就自己扛上一个夫家的责任 因为她要在夫家有地位 就必须让她觉得生个儿子的话 表示我对你们夫家有交代 传宗接代 传宗接代 这起码的 其实时代在演变 到现在还是有年轻人 是这么想法的 像我很年轻的那种辅导个案 也来的时候就问她说 你是先生外遇什么什么 不是 是因为我觉得 我好像没有跟他们生个儿子 我自己好像觉得很累疚 总是觉得说 我先生会用这个找理由 然后到外面去再生一个 然后她还举例说 你看 林青霞多漂亮 多有钱 多出名 生三个女儿 最后她先生外面又搞一个女儿 生个儿子 你要怎么讲 那我看这个婆婆除了这个以外 事实上人都会偏心 平良心讲 人如果不偏心 是伪君子 只是但求公平 能够尽量公平就好了 你说长辈偏心也好 老师偏心也好 什么人偏心 甚至老板偏心 都会搞成分化 分化的过程里面又有分子 那就是这些走理 他们再分下去 然后分得更惨 然后就下面就是表兄弟表姐妹 都开始这样 老师你刚刚这样讲 就譬如说我的老公是比较得宠那个 那我